中科院放大招了 在军用军规无人机发展与应用的记者会上 除了台湾已经装备的无人机 中科院还展示了正处于研发测试的无人机 比如红雀三型、瑞源二型、腾云巡飞弹 其中最有看点的就是这个巡飞弹 被称为台版弹簧刀 单兵携带机动性高 操作与美制弹簧刀一样 但爆炸威力要比美制弹簧刀更大 并且具备感炸模式 是打击高价值目标的不二之选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 这款台版弹簧刀 以及台湾无人机的战力搭配 只是这几款新型无人机 到底处于什么水平 火力的台版弹簧刀就有一个疑问 其与美制弹簧刀有什么差距 在聊之前 火力军要先说明一个情况 目前中科院自制的巡飞弹 或者说游荡弹药 还没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字 火力军就以台版弹簧刀代指 当然虽然名字是别人家的 但二者并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目前并没有获得美制弹簧刀 也就意味着这款巡飞弹不是高仿 而是自主研发 至于性能 二者相差不大 弹簧刀有两种型号 弹簧刀300和弹簧刀600 中科院新研发的巡飞弹 凡有点经验的士兵就能直接上手使用 除了体积重量相似 二者的操作方式也相差不大 台版弹簧刀在起飞之后 可以根据操作人员提前做好的规划 自主飞到目标区域 然后使用光学热成像 对目标区域进行识别追踪 同时操作人员也能根据现场画面 选择需要打击的目标 之后给无人机下达命令 在无人机确定之后就可以俯冲攻击 每只弹簧刀的操作方法与此类似 弹簧刀300头上就有一个彩色相机 还装了一个GPS定位系统 跟台版弹簧刀的攻击方式差不多 彩色相机用来识别目标 GPS用来确定自己所在位置 同样能预先设定攻击路线 就二者相似程度 说他们是双胞胎 火力军都相信 当然不是台湾做不到弹簧刀600的性能 而是以台湾防卫作战的范围来说 不太需要弹簧刀600内40公里的射程 对于台湾而言 差不多20公里左右就足够进岸攻击了 下一代的巡飞弹 这个大概率是大型的 可以提供远距离打击 而且减少燃料节省下来的空间 就能多加点弹药 台版弹簧刀在爆炸威力上 要比美制弹簧刀更强 如果说弹簧刀300的威力 相当于40毫米自动榴弹 那么弹簧刀600则是相当于标枪 而台版弹簧刀可以选择高爆穿甲弹头 爆炸威力比较接近弹簧刀600 中科院有一句话形容得非常好 一颗会飞的手榴弹 其攻击方式也有两种 撞击爆炸以及空中感应爆炸 这意味着台版弹簧刀 除了攻击敌方地面战壕 或者高价值目标 也能用来摧毁敌方的无人机 毕竟未来无人机空战才是常识 至于信号传输的问题 对于台版弹簧刀而言问题不大 像这种单兵携带的巡飞弹 基本上都是战场消耗品 发射出去回不来的那种 航程和可操作距离都不会太远 无线电20到40公里的距离已经够用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台版弹簧刀预计7月份作战测试 在2024年量产 火力军估计量产是没什么问题的 从技术层面上来看 台版弹簧刀采用的电池 电动机械 以及通信系统 基本上都是台湾防务产业的强项 自主生产不在话下 除了台版弹簧刀 中科院在这次记者会上 还晒出了其他无人机 在军力悬殊的情况下 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对称战略 使用较小但非常有效的武器 来对抗较大的敌方武力 应用很是广泛 侦查攻击斩首样样精通 而且价格实惠 一架无人机也就几万美金 甚至更低 弹簧刀300星的单价只有6000美元 比精确制导炮弹便宜的多 听说海马斯使用的火箭弹 一枚造价接近10万美元 台版弹簧刀的造价 中科院暂时没透露 但就性能而言 大概率是差不多的 双胞胎哪有一个贵 一个便宜的道理 凭借着价格实惠 作用多样的优势 无人机可以说 是成了香伯伯 所以现在台湾发展的重点 就是无人机 除了台版弹簧刀 还有很多无人机的升级版 比如剑翔家族的新成员 剑翔反辐射自杀无人机 各位很熟悉 射程1100公里 使用太空卫星远程操控 专门用来搜寻敌方陆地雷达站 以及海上舰船雷达系统 新版本的剑翔 加装了人工智能 AI影像自动辨识 以及红外线热感应判断功能 能分辨出敌方的真假雷达 同时还有改成巡飞弹的剑翔 增加炸药量 对敌方战略目标 执行远距离斩首任务 在展览时台版堂皇刀旁边还有两种剑翔 一种是在无人机的前端安装被动式的雷达巡标器 用来侦查敌方雷达的无线电信号 第二种则是把前端的雷达巡标器换成了雷达发射器 作用就是放弹雷达的发射波量 增加自身的雷达截面级 也就是诱标机 这个早就有消息了 就不多说了 还有红雀三型无人机 飞行与气动射击类似美军的V22 可以垂直起降 并且长时间在空中停滞侦查附近战况 航程30公里制空一小时 联网双向数据链 可以将敌方的目标信息以及战况 自动传输给火炮阵地 或者导引其他游荡弹药攻击目标 比如台版弹簧刀 有些类似美军弹簧刀无人机 搭配美洲师无人机 进行精确打击作战 同时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 结合了人工制空AI自动辨识功能 导控距离超过300公里 制空时间16小时 可以挂载高爆火箭弹 以及小型制导飞弹 在腾云无人机 还没确定服役时间的时候 瑞渊二就是台湾最亮的 侦搜攻击无人机 至于大型远程战略型无人机 只能说保密 载弹量大 航程远 还有隐身功能 这不保密说不过去 当然 单单是亮相的无人机 也已经足够了 我们一直说 无人机风群作战 但风群战术有一个前提 也就是无人机与无人机之间 协同作战 或者说功能互补 比如右标机配合剑翔 红雀三配合台版弹簧刀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台湾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 同时 从这些最新型号的无人机来看 中科院在AI芯片的路上越走越远 之后的无人机会更智能 一箭发射 无需操纵员 无人机自动索敌攻击 不是不可能 只是在卫星中纪上会有一个问题 台湾目前没有专用的军事通讯卫星 民用卫星的可靠性又不好 而且台湾民用通讯卫星 基本上都是租的国外的 到时候可能会不开放军用 小型无人机 比如台版弹簧刀 无所谓 射程也就10公里左右 用不到卫星中纪 不过对于其他无人机而言 通讯卫星就很重要了 中科院展示的其余几款无人机 射程动辄几百公里 卫星不好使 航程屁都不使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台湾又搞了一个台版星链 计划在2030年之前发射100颗自制B5G低轨通讯卫星 兼具军事用途 只能说在技术工业都不缺的情况下 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得很快 不过这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用了 打仗是要靠脑子 靠战术的 无人机的风群战术 算是最适合台湾岛内的防御战术了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组合 通过携带不同的载荷完成战术侦察 战场与海岸监控 并且是低成本低消耗 高效率的作战效果 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 台版弹簧刀与红雀三型无人机配合 进行精确打击作战 优标机配合舰翔 一个负责卖一个负责打 分工明确效率还高 同时无人机还能为导弹控制技术 添砖加瓦 何乐而不为 当然偏好战斗机 坦克和舰艇等大型防御系统也无可厚非 但是在战略上已经行不同了 台湾确实可以通过购买武器 只是现代化战争 靠买武器装备堆积起来的优势 就是净花水月 当然如果钱多的没地方花 军备靠买也不是不行 就比如中东那边 钱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 那没问题 但台湾不是 中东纯属是靠天吃饭 别人钱多 各国抢着卖武器给他 但台湾不好买 就比如美国 标枪独刺鱼叉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SLAMER 以及弹簧刀等无人机系统 都是台湾需要的 但美国那边积攒了一大堆订单 对于台湾而言 自主研发才是王道 而且是那种分布式 技术含量较低的武器 比如无人机 就台湾的防范区域来说 大量廉价的无人机群很好用 试想一下 上千架无人机在海岸上空 以高压音速飞行 雷达特征与F35相差无几 那么威力有多大 同时无人机也能和有人战机搭配 比如剑响反辐射无人机 加上美制F16V挂载的AGM-88 可以用来攻击 敌方防空武器的雷达辐射源 小型攻击型无人机 也能与F16V协同 战机负责远程打击 无人机则负责攻击雷达 直接双管齐下 达到反制作战双层效果 当然 现代战争属于信息战 像那些侦察攻击型无人机 比如说瑞鸢2 凭借着300公里的航程 可以用于侦察海峡动态 先侦察再打击 一步一步来 总的来说 中科院在这次的记者会上 算是放大招了 各种无人机直接摆出来晒太阳 惊喜不可谓不大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台湾无人机技术如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 小 branch 不 пре Config fail 你能 一别的地方 也就能dat扭 记者 你胡說 我